大家好,我們又見面囉 我是謝時龍哥 大家鼓掌一下 相隔一個禮拜大家還好嗎 那一樣就是在直播之前 還是要呼籲大家請戴口罩 防疫小尖兵 大家戴好口罩 一定要戴好口罩 現在出門一定要戴好口罩 然後回家就立馬洗手 或是到任何地方就洗手 就對了 龍哥你是剛從天母趕來是不是 你那個頭貼成那樣子 沒有沒有 我沒有住天母 我住士林 士林 現在人數多少 16個 瞬間16個 那今天人數增加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我差不多可以結束直播了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的錦跟我上上禮拜不一樣 可是錦是跟上禮拜 小鈴跟Oliver他們的直播的背景是一樣的 是不是已經沒梗了 當然不是啊 這梗要留到明天 你確定 那今天的梗就不太一樣 今天要介紹東西 大家有沒有看我手上桌面上都沒有任何東西 欸又是要玩一些消失不見的嗎 不是 那今天一樣 要來介紹麥克風 無線麥克風 那跟我上一週 上上週 所介紹的Cobincar YouTube麥克風 有什麼不同呢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所以你今天是要自己打 自己打對台對不對 不一樣 它的取向不太一樣 對 因為上禮拜我們講的YouTube的無線麥克風呢 它是屬於比較專業型的 對 那如果說你是剛好是屬於像是拍YouTube或是Vlog的 那就可以試試看我今天所介紹的這款開箱 那我現在的那個收音呢 事實上也是用我今天待會要講的商品 所進行的收音 那大家可以聽一下這樣的收音品質應該是算還不錯的 好 現在那個 現在那個 有網友在回覆說有一點回音 我們確認一下是哪邊的回音 好 現在聲音還OK嗎 現在聲音還正常嗎 還是有回音 OK的網友可以回覆一下 幫我回覆一下 確認一下 好 還OK嗎 可以嗎 現在聲音 這樣可以嗎 還正常嗎 我再測試一下喔 好今天是6月16號星期三 好 好 那剛才我們是因為我們的那個小編不小心誤觸了那個 那個效果器的開關 其實是想要唱卡OK 沒有我歌聲沒有很好 所以不太適合唱啦 OK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開箱我們今天的商品 那一樣請我們的圍爐幫我把麥克風拿上來 喔 這個確定沒有拿錯嗎 今天的麥克風有點大喔 我以為你是要送個便當上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今天是要介紹Lensgo 348C無線麥克風 那 現在發現 欸不對啊 怎麼這麼大 好 那我們請我們小編幫我們切一下 我現在就利用這一個 我們來進行就是收音 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來測試一下 可以嗎 我們來測試一下喔 我們來測試一下喔 無線麥克風 噓音噓音 1 2 3 1 2 3 大家有聽到聲音嗎 龍哥你要繼續讓眼就對了 我都尷尬 我都尷尬 OK嗎 有聽到聲音嗎 還是沒有 這個 我就不要再演了 我就不要再演了 OK 那這個就是今天我們要開箱的 348C一對二麥克風 那事實上呢 這個是它的收納盒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它的收納盒呢 的設計就長得跟它的 無線麥克風的外型幾乎是一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外觀 就長得像這樣子 那在側邊呢 事實上呢 它這邊有一個Type-C 我們請那個 這邊幫我特寫一下 這樣看得到嗎 好 這邊有一個Type-C的一個孔 好 那我們待會再看看 這個Type-C的孔 是做什麼用途 好 我們先把外觀打開來 好 它的開關盒 它的開關在這裡 好 那打開之後呢 OK 好 我們再看一下 它裡面呢 就會有兩個發射器 好 一個接收器 另外一個空間的地方呢 就是可以讓你放置線材的地方 OK 我現在先把商品一一的拿出來 發射器兩個 接收器 那線材的部分呢 它有一個Type-C的充電線 然後一般3.5雙工的相機連接線 那再來還有一個手機用的3.5 哦 所以它也是直接有附一條手機用的 對對對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鈕扣 一個磁扣 應該算是磁扣啦 哦 OK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收納盒 好 那以上呢 這些它的開箱的商品 它開箱的附件 啊對不好意思 因為我東西是事先先拿出來 它還有一個說明書 好 OK 好 這個是它所有的內容物 那一樣呢 好 這是簡易的一個開箱 那待會我們會稍微講一下它的功能性跟操作 那在進行之前呢 我們會先來講一下今天通關祕舞 就是謝時直播送好康 好 那一樣呢 剛好今天Lensco 348C 它剛好有遇到我們的謝時的周周送 周周 不是周周送 你又要看 不好意思 嘿嘿嘿 差點被抓到餘病 嘿 周周特賣的活動 原價8000塊 剛好它今天的周周特賣活動呢 是6400塊 喔漂亮喔 對 可是大家知道 只要我謝時龍哥來直播 一定會有加碼的好康 喔加碼 對 加碼好康我們待會再說 好 那大家一定要記得就是 好 通關密語 就是謝時直播送好康 那一樣在6點之前呢 完成下單 那你私訊我們的小編 在我們的即時客服上面 留下你的姓名電話 那還有你所要訂購商品的數量 或者是在我們公網上面 私訊我們小編 一樣也是留下電話姓名 好跟你要下的數量 那在6點之前完成呢 那都會有特別的一個加碼送的禮物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進行我們的 比較深度一點的開箱 好 那進行開箱之前呢 欸 有人提問嗎 嗯 目前沒有 好 那我們繼續囉 好 那一樣這一款 它是一個1對2的無線麥克風 那基本上呢 它跟我們上上週 所介紹的無線麥克風 有什麼不同呢 它是一個2.4G的無線麥克風 那一樣它本身它的發射器 大家可以看到 發射器上面它本身就自帶兩個防風毛套 OK 大家有看到嗎 兩個蠻可愛的 黑色的頭髮 防風毛套 那這兩個呢 它本身它就是一個麥克風 好 然後在這個是接收器的部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接收器的外觀 那在側邊這邊呢 它有個Type-C 充電孔 開關 好 然後在另外一側呢 這邊會有一個加減鍵 這是一個音量的調節孔 那最上段這邊呢 就是它的音源輸出孔 那前面這邊呢 它是一個 一個液晶的面板 好 那我們現在先把開關打開 好 大家看到它打開之後呢 它就會有一個彩色的屏幕 這樣看得到嗎 我們讓小編這邊特寫一下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它上面這上面就會顯示 好 接收器跟發射器的電量 好 那 OK我再繼續在講之前 聲音還會有其他的回音怪怪的嗎 應該沒有了嗎 OK那我們現在再繼續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打開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發射器的部分 好 它在側邊開關在這裡 好 那另外一側呢 它就只有一個Type-C孔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欸 這邊有另外一個類似像記憶卡的插孔 對 這就是Lensgo呢 它今天 除了剛剛我們所介紹的收納盒之外呢 它有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它可以利用MicroSD卡 來進行一個內錄的動作 好 那 對 它有點是錄音機的概念 好 那讓你確保在進行 在使用的時候呢 它不會因為 喔 我的無線的接收訊息不好 然後或者是其他的連接線方式 可能有斷線之類的 好 那你都可以用記憶卡的方式 把你原先的聲音給記錄下來 好 這是它的其中的一個特色之一 好 那我現在我們先來把電源打開 一樣 長樣三秒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兩個綠燈 都是在恆亮的狀態下 它就是有連上囉 因為 由於它是走2.4G 所以它在連線的方式 非常的快速 比起一般我們在波段在做連接的時候 它再更快一些 好 然後在前方這邊呢 欸 它還有一個 類似像電源孔的指示燈 那這是做什麼用途呢 這就是剛剛我們有講過 就是它如果說 今天有裝記憶卡的狀態下 在前面這邊 長按3秒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紅色燈有亮起來了 好 那這時候呢 它就可以進行一個內錄的動作 好 它就是有在作動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想使用的時候呢 就把它關閉 一樣長按3秒 OK 好 那紅色燈就熄滅了 好 那本身呢 它就是一個自帶麥克風 所以呢 它非常的方便 我也可以現在使用上拿起來做收音的動作 那當然有時候 因為它這個體積 還是稍微大一點點 好 我們可能夾在我們的領夾這邊方式 可能會有點太大 或是有些的衣紙 它是屬於比較軟的 好 像我今天穿的是制服 它是屬於比較軟的 如果說你夾扣在這邊的話 它就有可能會有一個垂的動作 好 所以呢 OK喔 注意聽囉 為了防止這樣的問題發生 今天呢 你只要是在直播當中 6點之前 下單 我們再多送你一條 SKI的UA204領夾式麥克風 這條價值多少錢啊 這條價值1500塊 所以這樣子我們上次總共送多少 好 剛剛我說過了 它原價這一組麥克風呢 它是8000塊 對 那因為它剛好是遇到我們 謝時周周 送嗎 當然不是周周送啊 欸 也有 我們的那個小朋友想要管我 這是我們周周特賣的活動 好 所以呢 它現在特價是6400 現在已經便宜1600了 再加上今天的1500 就是加碼送的1500 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單 348C 你就可以立即省下3100塊 哎呦 非常的快 呵呵 那密碼是什麼 好 密碼 我們通關密碼 就是謝時直播送好湯 OK 好 有人問說通往特點上面有寫一個TF卡槽 請問什麼是TF卡槽 好 就是剛才我們所講的 其實它在側邊它這邊是寫TF卡槽 好 就是我們現在俗稱的所謂的MicroSD卡 好 那 我剛好這邊有一張MicroSD卡 我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非常的小 這樣看得到嗎 我們請小編這邊 這樣 就是手機用的那種記憶卡 對 就是手機用的那種記憶卡 這樣可以 這樣應該很熟悉 OK 對 好 OK 那這種MicroSD卡呢 它所需要的容量也不需要太大 大概32G就夠用了 因為它最大官網所提供的大概 限度就是32G 好 那它就是從側邊 這裡 就是我們剛才這個地方 它把它插進來 它就可以使用了 然後再按一下 看我們前面這開關三秒 它就會做一個錄製的動作 好 那這款跟 大家一定會問 那這款跟我們之前 就是有介紹過的 那個YSGO 大家比較常用的 YSGO 2代 聽說YSGO 2代 它也是有 內錄的功能 可是它的是 它的記憶方式呢 它是內錄到你的 那個麥克風裡面 它等於是它裡面有記憶體 就是內建記憶體 對 內建記憶體 然後呢它這個是用 外部的記憶體 外部的記憶卡 去做插入的動作 好 那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你有時候 你在擷取聲音的時候 比如說你今天聲音錄的比較多 那你可能要先去確認一下 可能先去確認一下 你聲音是不是OK正常的 好 那你機卡就可以先取出來 好 去放到你的那個 多卡機裡面 去做使用 對 那如果你是像YSGO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把整台的機器 就是透過USB的方式去做連結 就會比較麻煩 而且如果它的機器 對 它如果今天萬一發生故障的時候 或者是 沒電 沒電當然它一樣 還是可以透過USB供電的方式 去供電 可是如果我們最怕就是 機子萬一今天 不小心掉了 對 或者是可能被車子擀過去了 破碎了 那你就沒得用了 好 那我們透過機卡的方式 它的保存方式會再更保險一點 好 那 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它是一個 一對二的麥克風 那當然它除了接 一般我們所正常的手機之外 一般的正常的相機之外呢 那當然它也附了一條 手機的連接線 它也特別貼心 OK 大家可以看到 它把相機的連接的方式 它的頭是黑色的 那如果接接收器的地方呢 它顯示的頭就是紅色的 讓你方便出來 你才不會 傻傻分不清楚插錯頭 OK 那我想要發問一個問題 剛剛講到那個錄音的功能 對 實際上我們在拍片的時候 那個錄音的功能它的好處到底在哪 好 好 那就剛好順便回答我們小編提的這個問題 應該也是網路上網友所提的 對 那一般呢 無線麥克風呢 它大多都是透過連線的方式 除非你今天是所使用是藍牙麥克風 它就是完全無線 那如果說你像一般我們所使用的無線麥克風 它還是會透過一條連接線去做連接 那通常這時候呢 你的線 有可能因為你的保存不當 或者是 可能你的線孔沒有插好 只有插一半 就是在接收器這段 或者是你插入在你的相機端 手機端 或者是攝影機端的時候 那一端你的孔位你也沒插好 就是可能有一些浮發的狀況 對 那這些它都會影響你收音的狀況 因為它有可能第一個 收音收不進去 或者是你收進來呢 全部都是無效的聲音 就是音訊 那這時候呢 如果你透過 你必須去做一個內建 就是一個錄製的動作 那你的聲音至少 再訪問完 一個備份的概念 一個雙保險 然後再來就是 好 除了雙保險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很特別厲害的地方 一般我們講話最怕就是呼籃爆音 如果你可能外面的環境的聲音比較大 或者是你忽然的比較開心一點 這樣忽然你很開心 然後忽然很嗨 那你聲音忽然提高的時候 最怕就是聲音音量爆音 那它原先的這一個 它的寬容度的 所允許的寬容度的聲音的分貝呢 它可以達到196分貝 196分貝其實是一個還蠻大的 那個一般我們在講話 其實也才不過幾十分貝的音量而已 那你比如說 好 大家如果遇到那種環保局採閥的時候 你也要超過70分貝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寬容度有多大了 當然在講話的時候你不會因為忽然的暴音 那造成你的備份不能使用 所以就是因為它錄製它只有一個鍵而已 所以它就是基本上 沒辦法聽它的聲音音量的狀況 對對對 它的記錄的一個折是它的內容 其實是可以記錄很廣的 對 所以就不太會出現那個暴音的狀況 對 沒錯 這個很聰明 對 因為它這方面的保險就是 除了讓你可以多一份備份之外 最重要是讓你的聲音不會爆音 這點是還蠻重要的 對 有人問說如果它是iPhone手機也可以接嗎 是要轉接嗎 OK 那這個就跟我們上上之後介紹是一樣 只要是這類的 好 那這邊我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基本上只要是麥克風 你要銜接到手機上面 不管是哪一款手機 Android手機也好 或是iPhone手機也好 它其實它都只是需要一條所謂的手機的連結線 就是我現在手上這一條 那如果你今天是iPhone的話 那你就可以考慮再加買這條綠連的編織線 iPhone的3.5轉lightning的轉接線 那它就可以給iPhone或是iPad來使用 那如果你今天是Android系統 因為Android系統它的品牌比較多 那它有的有可能是3.5頭的 那有可能它是Type-C的 對 那如果說你的系統剛好是屬於Type-C的 那你就必須一樣像iPhone 它必須要再買一條所謂的3.5轉Type-C的轉接線 那OK 那如果假設你今天是使用是專業的攝影機 那它的孔它就可能是Canon頭 那這時候怎麼辦 因為348C它定位算是稍微比較入門一點的 所以它在附的接頭上面呢 它就沒有附Canon頭 那這時候如果你是要用到專業的攝影機上面 那你就可以使用這一個3.5轉Canon頭的轉接頭 那你就可以用在專業攝影機上面 好 那還有就是 欸我們使用領夾嗎 像我上上週在使用的時候 我是把麥克風藏到那個我的衣服裡面去 用黏貼的方式 那像今天我是用假的 那大家就發現欸我的麥克風它就會露出來了 那如果說你要完全做到所謂的隱形的方式呢 一樣 我們再可以透過 就是URSA的隱形貼的系統 讓你的麥克風所有都是隱藏起來 有沒有說它手機直播的時候接這種無線麥克風要如何監聽呢 一般來講你如果像iPhone的話 因為iPhone它就是Lightning轉3.5它就是一個孔而已 所以它變它就沒有辦法做監聽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用Android系統的Type-C 像我手上拿這個 Komi卡這個 它上面就會有監聽的孔位 那你就可以另外接耳機來做監聽 對 那除非是外面你房間有些他們 假使你真的是用iPhone手機的話 那你現在真的想要監聽 那你可能就要去找它是有所謂的耳機監聽孔的一對二的方式 不過手機監聽它大部分還是只用回放監聽對不對 對大部分 就是大部分其實很多它的監聽的方式 它都是指你在拍完 在事後的時候它才能做監聽 了解 所以有人問說那個 就是那個記憶卡 大概可以錄多久 32記憶卡大概可以錄多久 大家可以錄100個小時 就是最多可以錄到600小時 所以算是還蠻多 就是你連續使用 那再來就是 那本身這台呢 它使用的時間其實還蠻長的 就不管是接收器還是發射器 它在有工作的狀態下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還是在待機 那所有工作大概就是我們在使用的狀態下 它可以連續使用7個小時 那如果說假設你今天是使用到 就是有內錄的功能的話 那它的時間就會縮短 它大概是4個小時左右 然後我們再來講它的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收納盒 就一開始 OK我們在演的那個 超級無極大的麥克風 那事實上它是一個收納盒兼充電盒 其實總格其實沒有人認為它是麥克風 哦 好好好 OK OK 好好 破梗 這樣讓我很尷尬 大家知道現在的麥克風呢 大多數的供電方式呢 不外乎是它是內建電池 或者是用所謂的三號電池 那像34811呢 這款它是內建磁電池 所以呢 全部都用到兩個麥克風一個接收器 那我把它用到完 我充電 我要怎麼充 我勢必一定是 它只附一條 大多數 其實不管是Wireless Go 或者是我們上上之後介紹的U2麥克風 它其實它都只附一條 USB的那個充電線給你 那這時候我們要怎麼充 分開充 那你就要分三四充 那如果你在另外再自己再去買充電線 那你要買三條線 接三個USB孔 三塊都很麻煩 對 然後再來 你如果要用插座的方式 你就要插三個豆腐頭 那也很麻煩 你要插三個插座 那這時候你也有可能你在使用的時候呢 忽然你可能線被人家拔掉了 好 那這時候呢 Lensgo 348C 它蠻貼心的 這個收納盒呢 它就是充電盒 我現在把它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上面這邊 對 它有金屬接點 那在背面的這個地方呢 這樣看得到嗎 我們再特寫一下 它有兩個金屬接點 好 那就是金屬接點對金屬接點的地方 你把它放置好 那三個放置好的時候 我們剛才有說過 它旁邊這邊有個 Type-C的一個連接孔 那這個就是充電的孔 好 那我們再透過這個 連接的方式 好 那看你是要插USB 或者是 我們所謂俗稱的豆腐頭 都可以 那你就可以一次充電三個 好 那非常的方便 比起那些就是之前我們在介紹的那些麥克風 都差異還蠻大的 那再來就是 因為它所有的東西都放置在這個收納盒裡面 好 就是主機跟我們剛才一開始的線材 所以你也不用怕說 欸我在充電的時候其他東西都不見了 你可以事先先收好 然後直接就充電了 那你帶出去的時候就是帶將整合的方式 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想問一下它的麥克風上面的毛套是可以拆的嗎 是可以拆的啊 不然我們怎麼連接我們的麥克風 好 我們先把這個頭髮把它拔掉 讓它變成一個光頭 現在光頭都很厲害嘛 已經拍到第九集了 好 那個沒關係 不知道就不知道 知道就知道 好 拆掉之後 然後它就會露出一個麥克風 跟一個3.5的一個麥克風的電鍵 對 那其實今天呢 我們收音 也就是用這組348C在做收音 好 那大家可以聽得到 那再搭配那個UA204 所以它會提升我原本收音的品質 非常不錯 價值1500塊 非常划算 其實它的提升應該就是 因為那一個電麥它的收音的那個範圍是非常窄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因為它本身這個體積稍微 它其實已經算小了 可是它還是有點重量嘛 我們有時候掛在領夾這個地方 它還是有可能會稍微比較垂一點點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透過 外置的領夾式麥克風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旁邊 讓我們的雙手可以做更多的其他事情 那再來就是 它本身呢 它有一個 欸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磁扣 好 那因為一開始我們就有介紹 它有一個像鈕扣的磁扣的那個小附件 好 這個就是讓你可以快速的安裝你的麥克風 好 那我們可以事先先把這一個夾子 因為它上面是帶有磁鐵的 我們可以事先先夾在我們要的位置 因為大多數的麥克風 它在固定之後 它可以調整的範圍 方向是沒有辦法動的 所以你一開始你就要把你麥克風夾得很好 就夾的位置比較對 那你在收音狀況就會 才會收得比較清楚 那像這個的話 用磁扣的方式 欸 大家可以發現 我重視位置不對的話 好 OK 我們先把 因為開始我們有開到機 我先把 有雜訊 對 好 OK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一放上去它就夾到我要的位置 那麥克風呢 我就可以隨時去調整 好 這是我麥克風的位置是要對哪邊 這樣應該看得到嗎 OK 那你要拿下來的時候呢 我們直接把麥克風拿下來就可以了 那夾持你可以先固定在這個地方 好 那另外這個 小磁扣呢 它上面是一個雙面背交的方式 那它主要呢 就是可以用來讓你的麥克風 或者是你的接收主機 用來固定 好 因為有些你的夾麥克風 你可能沒有辦法夾 好 可是你可以藏在其他的地方 好 然後或者是你的主機它沒有地方放 那你可以用黏貼的方式 它就利用這種持扣方式讓你做固定 好 那比如說我現在可能 我衣服很貴 一件可能幾十萬 我不想要讓我的麥克風夾在我的衣服上面 那我不想要讓我的麥克風可以露出來 那我可能就是可以把它固定在桌子底下 把它隱藏起來 好 它就可以利用這個背膠 再加上這個磁扣 它就可以很輕易的固定 是不是可以做切針對不對 誒 切針當然是違法的啦 對對對 這只是說它可以容易藏在 就是不容易發現的地方 對 請問充電盒 充電需要多久的時間可以充飽 好 那一般來講 它的充電盒這邊它會顯示 就是那個充電的 充電的電源 那它會顯示到你充飽的時候 它會是綠燈的狀態下 它就是在充飽了 對 所以它可以充飽多久 需要充飽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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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四個小時左右吧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開箱 那還 網友有什麼問題 對 網友有什麼問題的 然後再講 呼籲一下今天的那個 好 OK 那我們最後再呼籲一下 今天的通關密語 就是 謝祠直播送好康 好 今天你只要在 就是六點之前下單呢 好 留下在我們的 線上即時客服 就是我們 我右上角這個小點點 我們公網的右下角地方呢 跟我們的那個 即時客服的客服人員 好 留下你的通關密語 還有你的姓名電話 那你要訂購的數量 好 在六點之前 那就可以 以優惠價 六千四百塊之外呢 還會加送你一個 UA204 那個領夾式麥克風 那價值一千五百塊 好 或者是在我們的公網 資訊我們的小編 好 都是可以的 OK 還有嗎 好 好 然後最後呢 我們剛才已經呼籲到 我們今天的活動了嘛 那最後不要忘記囉 明天我們還有直播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欸 我今天背景已經換成不一樣了 好 沒錯 明天呢 就要教大家 如何在直播上面 更換你的背景 做一個去背的 小技巧分享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開箱 那如果覺得呢 就是有一些問題想要詢問 或者是 想要體驗的呢 歡迎 你可以利用我們的線上客服 或者是來我們的謝時服務中心 現場體驗 好 那就先這樣子囉 掰掰 掰掰